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2年9月27日星期二 拍片時間大約晚上7時半 今天是出隔夜飛的日子 自然是賠率第二擊的時間 為大家在早飛的階段 捕捉操盤手藝及大戶對明天賽事的看法 幫大家捕捉頭駐先機吹吉避空 這次飛數來說,英倫方面有少少特別 有一兩場有些藍碗可以和大家收拾一下 熱碗馬之中有部份不太對板 另外,廉馬斯王這次有特別的異動 那個異動是會令大家笑出來的 看看是甚麼 馬虛消息都打單跟進 今早已經廣告莫雷拉的情況 說了他缺陣三個月留在香港醫 有沒有代替的人選呢? 因為停幾個月沒有了莫雷拉 輪到拍攝後說正在找 那可以和大家 可攝攝一下有甚麼適合的人選 現在也有的 可以和大家分析一下 也開始之前簡單提提大家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請願再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小鈴鐺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謝謝 今早莫雷拉透過馬會出一份過刑的聲明 說現在留在香港接受治療,休息至少三個月 接受報紙的訪問,南華早報也有其他即使新聞 也說了這件事,說莫雷拉本來想留在巴西醫 但最後決定留在香港醫 為什麽呢?馬長大小學的頻道 今早也說了為什麽他會留在香港 其實我之前收到一個WhatsApp的訊息 是來自莫雷拉一些身邊挺好的朋友 當然我不是認識他本人 我是透過一些朋友收到WhatsApp 就說他會留在香港醫 還在考慮做手術,上星期說他在考慮 而幫他診斷的醫生就是香港一位骨科大國手 應該是說的是榕樹恆醫生 幫很多頂級的運動員 就是醫療的十字印帶手術 骨科全部都是他的 現在他就是莫雷拉的主診醫生 經過考慮之後,原來莫雷拉也是想著不要做手術了 因為除了手術有可能 這也是很大的手術 在講什麼寬骨 又是講臀部 那些 大手術來的 可能會做得不太好會失敗 就算多數當成功了 因為找最好的醫生幫你做了 其實做完手術之後 運動員的能力 或者狀態一定會打折球 你反而不做手術 做一些治療頂著頂著 就可能會幫你維持狀態多玩兩三年 但如果做完手術 你復完又要時間 之後你能不能夠回復狀態 也有另一個問題 所以莫雷拉最後也決定不做手術 至於為什麼留在香港 本來他跟南華早報說想留在巴西 但香港呢 有一件事好 就是應家拍拍心口 就說 馬會會傾盡所有一切 幫莫雷拉 以及幫你找最好的醫生 而且所有醫藥費馬會照起 那你莫雷拉當然留在香港 可能他在巴西自己找醫生醫 都會有好的醫生 但第一 沒有馬會人跟你一起跟進 一定是除了醫生幫你跟進之外 馬會都會跟主診醫生溝通 一路就是專人跟你跟進 不論手術或者康復的進度 第二 就算巴西有這樣的醫生 是頂級的 高手 你也要有這麼長的手術費 價錢也不非 既然應家拍拍心口幫你照起 當然要留在香港醫 所以莫雷拉是很樂意留在香港的 至於應家拍也要有應對 田泰安有缺陣 然後現在 荷雷拉擺明是要最少休三個月 其實可能今季他也不行 很有可能 看看他的康復進度 但最好就是有這樣的預測 蘇紹輝又不生瘦 經常停賽 怎麼辦呢 其實之前我也說過 或者其他影片 就是說 應家拍也正在找一些其他人選 有什麼人選呢 這麼巧巧 今天就有一個公佈在英國 就是艾紹禮 艾紹禮 艾紹禮也是曾經來過香港 他來客村的成績 普普通通 不過不失 但是也有些好評 其實他的表現其實不是太頑皮 就是和他那位大馬主 即是那件黃衫 黑色點的其中一個 阿瑪東 帥姆哈文 其中一個 就是游王 不再續約 不再担任主稅 其實也看到這件衣服 近年開始 用少了艾紹禮 有時候就用那個 曹馬卓爾 用其他很多新的騎士 艾紹禮終於宣佈不再續約了 這件衣服最經典 當然是說的是 Postpone 容後再決 剛巧巧 這個時候馬會需要人 你說艾紹禮是不是很頂級 去到莫雅那些 不是 但是以我心目中 艾紹禮比蘇紹肺好 好過蘇紹肺 他可以做到這個116磅 8個Stone 4磅 就是116磅 116磅 等於香港最低磅差不多 那麼 艾紹禮來香港是適合的 那麼 莫雅、蘇冰倫那些去日本 幾乎一定不會太理會 我想英家拍都試試找 但是多數都不行了 那艾紹禮已經是叫做 現在在歐洲裏面 可以選擇的人當中 比較頂級的一個 看看會不會有好一點的消息 另外 這個有朋友告訴我 另外一位叫 阿駱摩利斯 又是英國騎士 那麼 中文不知怎樣譯 就是 莫里斯之類 應該轉播賽是有見過的 因為他也有上一級數 但是這個 如果他真的來香港的話 就可能是 類似班德麗的級數 好一點 卡比 那些 冬季成績很好 在夏天就變成二線 另外 有個德國騎士 毛鎮鵬 這個之前也說過 也傳過 比較年輕的歐洲級數好手 來自德國 可以選擇比較厲害的騎士 是這幾個 接著就是南非 所以看看之後的情況會怎樣 但是我覺得艾兆禮馬會是可以試試找的 最好是他的 現在可以選贏當中 好了 講完這段馬圈的消息跟進之後 就來回飛數 首先練馬師王 這個大約6點半 鬆點卡出來的賠率 來的 葉楚行大葉 這個真是異動 他出馬不滿額 但是有第兩場是出馬兩隻 是不是他的馬特別好呢 反過來 如果這樣說 葉楚行四倍 我老虎也搏方家柏 他也有些指雲兵 常常有餘 保賢得得贏 其實之前那些日日靚 鑑身訂造的不是差的 你搏葉楚行四倍 不如就方家柏 如果我介紹大家買葉楚行 大家都笑我 不捨得放錢 其他濫滿些 可以試試 可能沈集成 今次也有機會回馬槍 因為他有些新靈之星 其他隻數也夠多 跑馬底 他有些專家才晉 藍莊之歌 那些在這裡 如果再數 我想五彭志 鬥志比較好 其實出貴精不貴多 但是那幾隻都叫做叫到飛的馬 齊心同行 辣得嬌那些可以拿到分 看看可不可以搏一下 我的主力 方家柏推介大家試試 騎士王方面 很平均 繼續跑霸場 爆的機會都是高 潘頓只有三點五倍 極不穩陣 才會三點五倍 其實他每隻馬都不足十倍 其實有權可以開熱一點 其實他的手馬不是那麼強 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要敲的話 潘明輝可以試試吧 他蝕底座的數量比較少 但這六隻裡面 都不算太差 另外 我覺得比較異動 就是班德禮 如果班德禮的座騎 跟霍宏星比較 是否霍宏星好些 有指雲兵齊心同行 龍戰士 但班德禮只有單天寶寺 而是轉為新榮之星 意思是否新榮之星的機會很高呢 又或者這七隻馬裡面 有些我們是看漏了 而很有機會的呢 所以班德禮都可以一敲 除了潘明輝之外 以上就是 涅馬斯王騎斯王 好了 接著是擴上飛數 簡單介紹一下 左手邊黃黃底色 就是英良的參考倍率 右手邊綠綠底色 就是外圍方面的信心指數 事不宜遲看頭場 第一場就是大熱門8號 即是說一鋪成名的普普通通 外圍是說勝出魅力11號強的 南門有隻9號的福星高照 我以為都外圍有些非數 他有79 不算指數很高 但他的79是多淺的 所以也標準他的 英倫方面沒有特別大的趨勢 比較平均一點 第二場 大熱門暫時說香港是5號 香港精神 但是外圍是普普通通 不算很突出 反為8號的度身訂造 是外圍一致認為應該做大熱門的馬 可以留意 另外3號的平衡時空 和6號的存在 在熱門馬之中 算是稍弱一些 尤其是存在沒有什麼非數 其他就平平均均 第三場 第三場 一致力為看好的10號 厲害 香港 也是他大熱 嚴格來說 暫時 6.7倍 另外 精彩非凡 比較弱一些 英倫 也有隻看好的1號 蕭瑤區 外圍有隻9號的畫家 都多飛 但英倫是普普通通的 剛才說了 精彩非凡比較弱 另外3號 紫彩複星 都是比較弱一些 在這場來說 接著第四場 第四場 一致力為看好的4號 善傳香港 我也覺得這隻應該是大熱 可能大家計當位等等 香港的有6倍 反而進神是大熱的 可能會令葉楚行 蓮馬斯王這麼熱 因為這樣 普普通通 外面是否好看淡 不算 外圍有兩隻 除了3號之外 8號進神也是 另外3號三生好運 而10號和力量 外面相對沒有飛 半藍門有隻12號 街尊三 也算是有些支持 這隻上次都贏了 去到第五場 第五場 一致力為看好7號 起進之星 上次耿頸四 看看這次是否放頭 大熱門2號 威武覺醒 只是上可 不算很突出 注意1號 聖母擁區 補出了 外面的飛速 普普通通 英倫不會有啟示 因為現在才補出 他沒有參考 賠率 好,去到第六場 第六場 大熱門5號中心美麗 外圍的飛速 是重 英倫也當他是大熱 但普普通通 另外來說 如果英倫 反而喜歡 那隻是10號的謙謙君子 不算很冷 但這隻外圍完全沒有飛 如果說外圍和英倫也有些支持 8號高明進帳 但不算很多 這場都是傾向平均 但如果說平均 第七場更加平均 大家看到有這麼多數字 就簡直是亂局 在亂局中 大熱門1號的美麗蟹后 都算多飛 至少外圍的指數84 都算是全日最高 其次外圍只看了2號的雄雲飛鷹 其他沒有特別的趨勢 而5號的紅酒之寶 和9號的指雲兵 相對是稍弱 這場是唯一得席 完全沒有支持飛鷹 3號的雄雲大師 但香港只有11倍 到了尾場 大熱門7號的新榮之星 外圍對板 英倫OK 反而保然德德 英倫是比較看好的馬 因為他和新榮之星的參考賠率 是一模一樣的 外圍體重4號的三江飛鷹 除了新榮之星之外的重飛鷹 半冷仍然有10號的自然力量 這隻是零零射射的 外圍有些組飛的 但英倫也是一隻普通的半冷門 看看明天會下飛鷹 因為這樣的情況 通常都會下飛 以上就是各場的飛數參考啟示 最後都簡單提提大家 小弟都有會員的頻道 例如Patreon、YouTube 連費計劃或縱馬遼天沙 歡迎大家課金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都可以按讚、留言、分享 小弟的影片 多謝各位收睇 閃馬田菜馬集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